B-21首飞不等于中国的隐身战略轰大机刻不容缓 我们需要保持淡定 关于美国和中国正在发展的隐身战略轰大机 随先首飞 一直是网友争论的热门话题 直到前两天 B-21成功首飞 刺激了中国军迷的眼球 有关B-21采用非议式系统布局 追求高隐身性能等特点已经不新鲜了 而且其个头比B-2小也不令人意外 对于中国军迷来说 似乎中国的远程战略轰大机没有赶在B-21之前首飞才是大事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说说 中国研制隐身战略轰大机 以美国研制B-21的紧迫性问题 我们要认识到 美国当前发展B-21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这是基于B-1B以及B-2战略轰大机即将退役 美国未来的战略轰大机搭配格局就是 B-52远程战略轰大机和B-21中型中程战略轰大机的组合 基于美军在印太地区拥有导链基地 美国自认为装备了B-21之后 可以获得从前线机场起飞隐身战略轰大机对中国本土进行威慑的能力 那么中国是否真的非常迫切地需要研制隐身战略轰大机呢 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来看 如果仅从地缘政治博弈或者是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 这当然是非常需要的 而且我们就是要和美国比较高低 但是仅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其实并不那么迫切 如果单纯从技术性能的角度来分析 那么应该把步子走得更稳妥一些为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就算装备了远程隐身战略轰大机 也很难获得对等威慑美国本土的能力 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遍布全球的空军基地 美国的B-21可以从关岛夏威夷等地起飞来威慑中国 而我们就算列装了远程战略轰大机 最多也只能够威慑到美国在太平洋岛上的岛链基地 而这些基地其实早就处于中国火箭军的弹道导弹的威慑之下 远程战略轰大机 虽然它的航程比较远超过12000公里以上 但是如果考虑到活着半径 那么一般的战略轰大机的桌子半径也就四五千公里左右 除非它们能够携带超远程的巡航导弹 其次美国研制B-21的速度相对比较快 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拥有研制B-2的经验 而我们在研制远程隐身战略机方面 还有一些关键技术需要攻克 仅从技术角度来看 我们必须更加严谨 一步一个脚印 而不是抢着和美国比一比随先上天 如果着急忙慌的搞出一个半成品 那么是非周期势必会拖得很长 很难在短期内形成战斗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得不偿知了 而中国发展隐身战略轰大机 必然会面临着火箭军和海基和战略武器的竞争 要想获得空中的核威射能力 还需要依赖配套的武器的研发 比如高超音速远程巡航导弹 空射型的弹道导弹等等 而这些都需要时间 最后中国并没有以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迫切需要 在发展隐身战略轰大机的问题上 我们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 在武器装备发展的道路选择上 我们一直有自己的节奏 因此我们不需要为此而焦虑 比如美国先于中国十多年研发出了朱姆沃尔特驱逐舰 现在不也几乎变成废铁了吗 中国的隐身战略轰大机 不管什么时候亮相 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就有可能在列装速度和形成战斗力方面 对美国的B-21实现反超 总体而言 B-21是美国非常急迫的战略武器 而隐身战略轰大机对中国来说一点都不用着急 美国之所以急急慌慌地要开发出B-21 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武器非常重要 而远程隐身战略轰大机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用着急 必须明确战略需求 克服技术困难 并且还要做好发展的配套工程 中美的军事科技竞争是一场长跑 比的不是百米冲刺 对B-21的首飞 我们一定要理性地看待 同时我们一定要相信中国航空人的拼搏精神 他们定会给国人一份满意的答卷 咗开 очень好き 凉什么 音乐 comment 音乐 感人 像 音乐 ?